就叫小长猫,我是小长猫选股 龙头腰股是每个投资者的最爱 因为不但容易出涨停 而容易出连板紧喷行情 也让抓主战的票享受主胜 账户自然像金斗云一样往上翻 让这感觉在心里别提有多痛快 可实际操作中往往事与愿违 与龙头股插进而过失之交臂 那到底龙头流股有没有痕迹可寻 能否让我们在起飞的前期潜伏抵仓 甚至在其潜的临界点加仓将其其拿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展立板都是人为的 只要是人为必然有痕迹 只要有痕迹它必然可复制 今天我就为大家解析龙头背后阻力操盘的秘密 它的强势二波 我们应该怎么学会去将其抓住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方便查看我给大家分享的交易干货 文章分享的重点也是继续在上涨 今天的走势可以说和我的文章的预案几乎走的一致不差 文章提示的开盘直接一致暂停 而五盘将近的再尾盘也冲击暂停 小长猫不轻易出手 出手就是两个暂停 每天唯一不变的就是深夜复盘 总结单下市场的主线方向 然后在开盘前给铁粉分享我自己的实盘交易性的和感悟 给到大家 还有很多新粉不太清楚在那里可以学习文章 小长猫也只讲一次 平常在大家发文包大云的地方收小长猫或旋鼓 就六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是 别的不多说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长猫为大家具体的介绍龙头二波的账法 来我们大家来看到这支图 在第一波的轴头当中一路滑板道 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可是奇怪就奇怪是什么 一字板后没有任何的溢价 转身就是两个一字板跌停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大家想一下 那么展厘板是一字板 常位的资金我们根本没法上车 那它跌停的一字板 请问又能够出去多少货 出不了什么货 那么这个中间就很明显 还被我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那么一定是阻力在它过去股价的左侧 或许遇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口 一个压力位 又或者是成交密集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 市场黄金的改变 或者它要做更大的局 它需要把前面的在这种地方 或者前更前面还在持股 并且已经在五个在门里面赚到钱的根本盘 它要把它去整出去 把它们挤着去赶下车 那么顺势进行那个闷杀板 我直接赶跌停吧 那一字板之后就必须等着去开板 所以在这根K线 大家去看进行了一个放量 有撬板的动作 这K线其实印象了两个含义 第一个谁有能力继续撬板 我们散户有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大户你买了个几百万 最多也是股价下跌关当中 使得股价微微有所波动 那它是谁 是不是有阻力在继续门路 所以常常这么大的高链柱 它买卖一定很激烈 之前是两个一字板 在地方进行一个范链的阴高连线 我们可以发现有阻力的痕迹 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 它能否产生第二波强势的反弹 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阴线的实底和它的虚底 所以我们关键说 如果股价进行了刹车 你它站稳了 因高量的实底有16块1毛8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信号 再去确定我们在这里 阻力开始撬板 确实这个有承接盘的表现 而如果阻力再次发动第二次的攻击 大幅度交换重码之后 进行第二次攻击 那么突破它的虚底16块8 对不起它要飞了 那我们接着看 它在后面走势过程中 因高量撬板大幅度 换紧着股价进行在一定程度的刹车 并且出现了四扬盖音的走势 这个音线达不到它的实底 16块8 那么这个位置就可以成为第一个 我们连接着第一个信号记录点 而突破它的虚底 代表着阻力正常起码的目的已经达到 实际已经合适 要进入第二次攻击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这是龙头股的强势二波 它的主要点就是在这个音高量之后 筹码交换然后突破 施领和蓄领站一个落转强的信号 这里我要说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音线不是我们买入的一个理由 大家一定要注意 阻力操板它是有节奏的 它是在一个闷沙板之后 通过量能的异动 存在阻力的痕迹 当我们实际交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看到阻力开始发动攻击的信号 温如的强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大家看另外一只龙头 它的强势二波的主身 有它同样的信号可能会有疑问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只是一种巧合 非也 因为反而是斩跌停必是人为 反而是人为它必然会有痕迹 而这种痕迹背后存在阻力操盘的主控逻辑 那么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案例 同样的手法出现在这只龙头的身上 第一波非常强势对吧 很凶猛 为什么关键什么 出在阴电的大洋 那么常常来说我们后世肯定是要看跌的 到底看它存底下的3块多 拉到8块7块9 我们第一时间就在考虑这根大阴线有筹码兑换的欲望 它可能是出逃 那关键是什么 它第二天拿来一根缩量的一致跌停板 前面那么多筹码 难道就在这一天去把货出完呢 这个缩量的跌停出不了多少货 如果你是操盘的阻力 你就大量的筹码在里面 第二天不会应该是继续实体的 自然的换手去出货吗 继续把成交量放出来吗 它却来一个一致板跌停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闷沙板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跌停是有问题的 就不对头 但是它在第二天撬板的这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你的买点 只是我们只是看着它的异动 它的不对头 它的机会 如果你没遵守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要突破实底虚底 才有第一和第二的买点 你提前在这位置去进场了 那么你很可能就要遭受一大段时间 足以的折磨 这种洗盘会洗到你要想吐 你比如说在后面走的过程当中 它都没有出现什么 我们说它要发动第二波的信号 反而是什么 继续的阴跌整浪 但成交量是快速的萎缩的 那么这段时间 你说你能不能去扛得住 它这个煎熬 可能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人都是扛不住的 那么这个龙头 它第二波会怎么去诞生 大家请看相同的把戏 在这位置去出现 我们只需要 当我们发现这个 个股之后的闷杀跌地码 发现这种个股之后 我们主要设置一个条件 把这个实顶 虚顶画好 后把价格输入进去 我们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一栋 那么雷达会给我们进行 自助的提示 这种提示 这是平时针对我账马模型里面 个股追踪的一个小的细节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记一记 那么现在这个骨头 这种的第二波 在后面走势过程中 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主要在干什么 是不是还在进行刹车 在测试过程当中 但是它有没有买点 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买点 我们说突破的实例 就是有第一个买点 那这个有没有买点 并没有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有效突破的含义 在这视频我讲过 你要么就以空间的角度 中到大阳线来进行突破 要么就是以时间的角度 以两天一山跌破 站稳的情况之下 来确定有效突破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第一个买点的 但这个票 它开始刹车了 找到平单位 在往后的走势过程当中 这根阳线才开始确认了 它的第一个买点 那有第一个买点 才是你短线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 你就想到一个涨停满 那它的第二个买点 还需要把什么 拔在虚定给它进行突破 但有没有可能不突破 也有可能 所以如果突破 确定突破那是第二个买点 如果不突破 则是一个短期 高炮的一个点位 那就要做一把超短线 这压力位不突破情况下 进行卖出 在所有的走势过程当中 我们观看它有个 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压力没有选择突破 是股价再次进行了回场 如果我们假设 在这段下跌过程当中 它是洗盘的结构 那么它的成交量 必然会出现明显的 有序的缩链结构 且不会是在原本已经 探底的过程当中 再去探底 也就进行低点 不会说进行突破 再次出现阳线的地方 再次把5块9毛7 之前实力位置进行了突破 那么它就符合了第一个买点 如果要起飞 还是要把它虚定打掉 否则的话 这次票它二波就不成立 但这一次要比前面一次要顺利 进行了有效的突破 那么这次龙头骨 阻力在它身上四大一大波落之后 继续通过超盘的运作 放进了第二波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走势 大家看清楚这个关键了吗 我们这所要的 实定和虚定的位置 进行了有效突破之后 龙头的第二波组织开始了 往这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四点五个板 所以通过这几只案例 大家有没有去看懂阻力 在龙头骨身上 左侧无量闷砂板的行业 我们要学会看懂龙头骨 它是怎么下跌的 因为下关中隐藏着它的前世 我们只要读懂它的前世 它的右侧的精深 我们才知道它准确的 精准的买点 这哪里 那么第三只龙头骨 我就不跟大家去进行解析了 我这个问题去留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今天分享的内容 觉得好 大家可以留言点赞加转发 那么也方便大家接下来的阅读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的课程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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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